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說一說香港的情況 在我講這一節的時候 有最新的香港的政治新聞出現 這個是47人案 47人案裏面的阿布泰 老闆林景嵐 最新的訊息 他打算是認罪 我相信大家 都可以感覺到 情況 因為 你現在 打的這些所謂官司 根本 是毫無勝算的官司來的 所以呢 我們有說過 這個 香港現在的情況 其實絕對 是全世界都知道 絕對不是 藍梅和這個港共政府後中 跟你說要做國際金融中心 要發展經濟呀 吸引人才 吸引人才 你先放了林景嵐 你先放了47人案裏面的人沒有 吸引人才 我們想問他們犯了甚麼 是顛覆到你的政權呢 搞個選舉 搞個初選 初選贏了的人 就代表民主派去選舉 都 可以顛覆到你的政權 而 選舉本身 是合法 又是你港共政府 的偽立法會的選舉 這樣也能顛覆到 基本法裏面寫明 如果 在立法會裏面 財政預算案不能夠通過 然後有甚麼程序 按照基本法裏面的程序去做 都說你顛覆政權 其實跟中國共產黨 跟港共還有甚麼說話好說呢 他要更加多的法律 根本也沒有意思 本來想另外開一節再說 美國最近 有這個叫做AI AI去幫人打官司 其實有很多技術細節 可以跟大家再討論 不過這一節就不說了 這一節要重點說回 香港的23條立法 香港他們一方面又跟你說要恢復經濟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 都跟恢復經濟 是相反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 繼續在這個地方嘗試破壞 真是不好意思 坦白說 我覺得 你再割價也好 你也是要賣的 香港的物業 沒得等了 今天跌一成 明日跌兩成 你怎知道 過了23條立法 又是甚麼情況 現在已經夠多國際制裁了 還有 鄭雁雄 朱拿會上訴 鄭雄雄來啦 朱拿雄 來做中聯辦主任 這個星期 每一個 因素 都是徹底來淡的 我想不到有甚麼好消息 可以蓋過這些問題 事實上 今天跟網友吃飯 多謝他們請我們吃飯 原本想聚一聚 他們欠了結帳 今天說起 其實香港 根本就是在進行 文革 在以往 國內就是這樣進行的 只不過這次的名稱不是叫文革 實際上港共的這群契弟 做的每一樣東西 連藍絲 連親建制的人自己 都覺得實在做得太過離譜 你想不死也挺難 怎麼做生意呢 他們真是不知道甚麼叫文革 他們只知道中共是壞人 不知道中共壞到甚麼程度 中共真的毫無底線 而 服務毫無底線 又想上位的人 的底線 就更加是沒有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屋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無限循環播放 希望大家 繼續做 我們繼續 希望用這個模式 盡可能繼續經營 我們都會 試很多不同的新東西 例如這個Pine Network 大家繼續按閃電鍵 媒體 即是我們這個時事評論台 始終是需要存在 因為我們對他構成很大的壓力 他們會用盡各種手段 使得你們被滅聲為止 但是你也不需要擔心 有可能他們先出事 所以有時 任何時候都要樂觀 李家超出來說 保安局 鄧炳強的賤人 說已經草擬了基本法23條 立法的第二稿 針對 間諜活動 還有一個叫做藝莊組織 什麼叫藝莊組織 就是說你 是藝莊組織 其實就是從事間諜活動 什麼是藝莊組織 你知道的 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那你是不是藝莊組織 舉例 舉例 例如說你支聯會 說你背後原來跟外國有關 然後找回你 十幾年前不知道哪次 跟不知哪個外國議員聯絡過一次 然後就說你是藝莊組織 由始至終在從事間諜活動 要顛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標準呢 沒有標準 為什麼藝莊法 沒有人知道 就是鄭雁雄那招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利益 可以討價還價 英美的利益 碰不得 現在就是要來觸碰你 英美的利益嘛 有了23條 就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為所欲為 本身有國安法 都已經為所欲為了 中共還要感上天花 還要覺得繼續 搞其他 就是控罪 還有新媒體控罪 新科技 還要搞假新聞 什麼為之假新聞 我告訴你 幫你揭開藍媒 看看今天說什麼 唱衰香港 說你審計署 如同無物 這些就是假新聞 審計署 不是應該 政府不是一個很偉大的嗎 審計署揭露什麼 立即告訴你 不是官媒 不是黨媒說的東西 全部是假新聞 不可以用關心市民來包裝 這個叫藝莊做新聞 實際上從事反中亂港的間諜活動 香港 原本不是有制度 其實原本的制度 也是假的 原本是一個假制度 但是大家 覺得 有一個制度 假裝 跟著 對外開放 大家都跟著遊戲規則 中共那時候還沒有亂按 現在 不再辦了 有東西 全部自己在那裏按鍵 控制了 當他不再辦的時候 就連原本的一套 潛在的制度和規則 都不再跟了 以往的經濟 所謂經濟發展 就是大家隻眼開 隻眼閉 對於 不公義的事情 制度不公義 對 部分的人不公義 算是隻眼開 隻眼閉 可能改不了 算了 沒辦法 下次努力一點 得過且過 好了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 你不能得過且過 每一樣東西 其實是致利於死地的 這樣的地方 怎麼做生意呢 以前 還可能覺得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做生意可以做到 但是當你的罪名去到 藝莊組織呀 心知肚明呀 你知道答案的時候 這些還是不是 生意上面 可以控制的風險因素呢 即是 好像 阿布泰那樣 林景南做了些甚麼呢 就是想出來選舉 阿布泰也是在做生意 阿布泰 應該是被迫賣了盤的 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叫人做生意 有哪個正常的商家 不是想舔共 做壞事的人會在做生意 本身 立心不良 不是說立心不良一定做不到 不過立心不良做生意 其實也做不長的 始終大家 其實做生意 中共 那種做生意方法 其實是毀滅性經濟 真真正正在世界上做生意 做企業家 絕對不是好像中國大陸那樣做 中國大陸最後搞泡沫出來 跟你說上市而已 來來去去就只有一招 因為跟華爾街狼狽為奸 到最後 垃圾公司 垃圾業務 拿去打包上市 叫 股民埋單 股市又沒得升 沽空又有惡意沽空 樓市又買不到 內地的銀行戶口 沒有錢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我都不明白 那些人為甚麼會覺得 會有一箱有一箱的銀行戶 拿到香港買東西 這一節說說一下 差點忘記說了 盧文端 盧文端是全國僑聯副主席 連盧文端也忍不住 連這些親共分子 都覺得 你不用再搞23條了是不是 你現在已經有國安法了 23條立法 有沒有必要要急於求成呀 出來撰寫文章 因為這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來說 香港法例和國安法不一致 未能夠關切 港區國安法 你當初通過國安法的時候 不是就已經說了嗎 有了國安法 行穩致遠嘛 你真是腳軟的遠 現在又要改 你不改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就沒得改了 因為英方不會同意嘛 那麼他就改另外一些東西 改基本法 基本法本身 就是由中英聯合聲明 跟著才會產生的 中英聯合聲明不能改 改基本法 現在這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國安法不能改 改23條 為什麼 會是這樣呢 因為 他們不想可能每一次要驚動人大釋法 所以想透過本地立法 把問題又在香港解決 即是 要把生殺大權繼續放在香港 李家超 善意提醒你 上次英國 已經在半年報告中 點名 說要跟 李家超 充分合作 即是甚麼意思 叫你合作 你不合作 就 敢敢敢 你自己想想 近日英國 的確 是強硬了起上來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好好掌握這個 風向 掌握這個機會 英國慢慢強硬起上來是有一個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 有來自中國大陸 以及香港港共政權 對他的惡意挑釁 實際上 他想不回應也不行 再加上 其實這幾年來 英國的民間 已經累積了大量對中國大陸相當不滿的聲音 所以 英國 絕對是對中國大陸 是有部署的 其實跟美國一樣 美國對中國大陸 你以為沒有部署嗎 問題是 不是 整個國家的人一定是這樣想 再加上你中共 是有勢力在滲透的 所以其實 我們要做的事情不複雜 你只要 跟 跟 相關的單位 慢慢接洽 自然就足夠了 當然最簡單的辦法 也是民間著手 民間的想法 到最後 民主國家就要變成國家的想法 日本也是一樣的 所以香港人不要只顧著去旅行 你去旅行 做一點點東西 去旅行繼續宣傳香港 繼續唱衰港共 全部每一樣東西都有用的 離開的時候你就有自由去做的嘛 做好防範就可以了 英國也是一個好例子 最近搞過年宵 我覺得也做得不錯 這個 不會有人跟你說我要蒙面去的嘛 但是阿茂也知道 這班香港人是甚麼人來的 肯定是反衝亂港份子來的 現場幾千人 怕你條毛嗎 你找劉學生你也沒有用的 劉學生在香港陣營 跟他一起去中國領事館示威 你欺負劉學生就行了 劉學生有家人在中國大陸 你知道他的身份 你去欺負他 所以中國劉學生 是比你大膽 真的是事實來的 這個是國內 國內人跟香港人分別的地方 大家不是互相指責 應該取長保短 再說一次 其實我們認識很多國內朋友 非常反共 只是這次疫情 解封 害死了那麼多人 你猜 家屬真的不會憤怒的 一樣是累積了很大的怨氣 其實國內一樣有機會 國內沒有機會 住的 也沒關係 我們先做 大家就是這樣 世界互動的嘛 你不做 他也不做 你做了 你影響了他 你不知道 結果2019年你做的事 促成了他的白紙革命 這件事還沒有結束 中了下來就是中了下來 香港 你清楚看到 有這一群契弟在那裏 你不用指望會沒事 這裏不會好 這裏要好 方法很簡單 趕走這班人 所以我再說一次 其實我絕對贊成香港人 把資金抽走 在這個世界上 建立 是雙團的 很簡單的 跟猶太人做事的方法就是一樣 到這個地方 有機會趕走到 港共這班契弟 然後全世界 生意 做生意的香港人的財團 一起回香港 香港很快就會起飛了 只要沒有了這班契弟 保證 一會就能回復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